字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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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志光 我們今天又要來上一道料理囉 我們今天要來做 起司烏姆蛋 那我們今天就造一下材料吧 三顆雞蛋 鮮奶 鮮奶,這個鮮奶是可以使我們的雞蛋滑嫩喔 然後氣濕 然後鹹味來源,我是選擇用一點點醬油 因為醬汁煎起來的鵝母蛋會比較漂亮喔 然後跟我們的黑胡椒 好,我們就準備動手做吧 OK,我們現在將雞蛋放入我們要打蛋的容器裡面 好,我們準備筷子 將蛋打雲 好,我們加入鮮奶 大約兩大匙的鮮奶 這樣子蛋煎起來會比較滑嫩喔 好 些許的醬油 醬油比較多喔 多了,那個色澤太深 煎起來蛋就也是怪怪的 好,那我們放入些許的黑胡椒 比較香 好,我們準備開火 煎蛋喔 OK,我們現在準備下油囉 那油量我們不要太多喔 好,我們準備開火 好像會半粟的螃蠔 然後巴沖 粉 部分部分gt 否則奶會粘過喔 沖過!! 淋過的話,那個醬汁蛋就很難 塑形 我們可以先用一點點蛋 看鍋子熱 因為鍋子要熱 讓我們的蛋製作過程他會比較成功 OK 那這樣子可以了 我們下鍋啦 那下鍋的速度我們不能停 我們就一直桌下去囉 我們現在要一直 把底部熟的地方把它弄起來 然後上面生的 讓它接觸到鍋底 那現在開始產生優化了 是正常現象喔 好 實時 已經半凝固了 那我們準備放我們的起司下去 好 準備塑形囉 好 準備塑形囉 好 我們這樣子就可以把它上鍋啦 那準備擺盤囉 OK啦 我們的歐姆蛋做好囉 那因為我們這次做的歐姆蛋裡面有放起司 其實味道真的很濃郁 然後假上我們有調備一些鮮奶進去 吃起來真的很滑口 那有空的人就可以試試看喔 那覺得此影片不錯的話 請下面幫我按個讚 那覺得本頻道想要繼續看的話 那可以按訂閱喔 那訂閱是不用錢的喔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